为了让部落青年拓展世界和文化事业 也培养族群自信心 静丰湘、郑幸村、喜拿把样青年工作站 特别办理了南岛文化交流系列讲座 邀请台东县具有丰富交流经验的青年 来进行分享 期盼从中给予更多的省思和启发 青年分享自己参与夏威夷 甚至是大西地及原住民强设论坛的 国际交流经验与看见 这是金丰湘、郑幸村、喜拿把样青年工作站 特别办理的南岛文化交流系列讲座 除了前往国立市前馆参观南岛世界策展 也藉由不同青年与团队分享参与各个南岛活动的经验 让部落其他青年拓展世界与文化事业 并培养族群自信心 其实在南回县上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部落或者是青年 他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国际的文化交流经验 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他可能比较可能是只有少数人的知道 那而且可能在每一次的国际交流经验回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做分享 那所以就想说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讲座 喜拿把样青年工作站也希望透过分享 除了让青年甚至是有兴趣的朋友们 了解台湾原住民族与其他国家南岛民族的遭遇与现况 未来也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 成为事前准备参考 让有不同经验的人来去针对文化交流这件事情做分享 其实也是希望可以让来参与的部落的年轻人 其实也不只是限于部落的 我觉得就是有兴趣的人 然后来听 那其实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 就是这个文化交流的经验其实是给 就是我希望告诉他们是说 可能随时随地都有机会轮到你 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是 我们要怎么样被看见 或者是当我们有这个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好准备 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 并保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关系及部落结构 但面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许多语言文化面临困境 透过南岛文化交流讲座 不仅能学习也借近国外经验 并让更多人了解南岛民族 就讲解静风相报道